这个母亲刚刚被死神告知 自己只剩下四个小时的寿命 可家里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女需要人照顾 看着手中的全家福她倍感惆怅 这位母亲会用剩下的四个小时做什么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阿妈爱你四小时 梅姨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大婶 丈夫早年逝世 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儿女长大 过重的负担压垮了她的身体 梅姨最终患上了婶衰竭 这天梅姨总觉得自己异常疲惫 她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即将发生 看着三个年幼的孩子 梅姨心里一阵难过 要是自己出了事 孩子们该怎么办 正想着吹来一阵冷风 屋子里出现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自我介绍 说她就是死神 梅姨听明白自己大陷将至 她紧张的问死神 现在就要来带走她吗 死神说她今天出门的时候提前了 现在距离梅姨去世还有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梅姨还剩下四个小时来交代后事 梅姨听完十分绝望 但不敢耽搁时间 她立即喊来几个年幼的儿女 嘱咐大女儿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大女儿满脸哭泣着答应 小女儿不懂得死亡的意义 她天真的问梅姨 为什么不带他们一起离开呢 梅姨无言以对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儿子突然说 要梅姨帮她辅导功课 懂事的大女儿见状 要把儿子拉走 梅姨不忍心 尽管身体十分不适 还是决定最后再辅导一次儿子 很快小女儿肚子饿了 大女儿去做饭 可厨房很快传来了 餐具破碎的声音 以及女儿的叫声 过去一看 居然起火了 原来大女儿从来就没煮过饭 差点就把厨房给拆了 梅姨只好又忍着病痛 为一家人做饭 但最后一点面条 也被大女儿浪费了 她只好亲自去超市买菜 等买完菜准备回家的时候 梅姨突然一口气上不来 差一点就倒在大街上 幸好死神扶住了她 这时家里打了电话 小女儿说想吃鱼丸 为了满足小女儿的愿望 梅姨又千里迢迢去买鱼丸 谁知回家的路上 公车突然抛锚 司机抱歉地说 会叫下一班车来接他们 可是至于车什么时候来 她就没办法确定了 梅姨一停 那可不行 这样要是回去晚了怎么办 当即下车准备走着回家 等她回到家却发现 小女儿小儿子 居然为了给她分担负担 乖巧地在学做家务 而大女儿也很懂事地主动做饭 只可惜 因为是第一次做 几人做得手忙脚乱 梅姨看更加担忧了 要是自己死了 这群孩子该怎么照顾自己呀 最后还是她亲自下的厨 等梅姨终于做好了一大桌饭菜时 一家人却吃不下了 直到即将到来的离别 一家四口气不成声 死神在一旁看着 母慈子笑的一幕 却无法理解 她走到桌旁 好奇地尝了一口 梅姨给孩子们做的鸡蛋羹 可就是这一口啊 却让她产生了奇怪的反应 死神竟然流下了眼泪 死神十分慌张 她可是几百年都没流过泪了 就在她疑惑的时候 梅姨的时间到了 梅姨吐出最后一口气 在死神的指引下走出房间 为了不让孩子们伤心 她让大女儿拦住两个小的 孩子们的哭喊声 让梅姨忍不住回忆起从前 回忆完 她狠了狠心走出屋外 死神正在等她 梅姨十分感谢死神 早到四个小时 让她多和孩子们 在一起度过一段开心的时光 死神说呀 梅姨已经吃过晚饭 现在该轮到她回家吃饭了 既然她等了梅姨四个小时 那梅姨也等她四个小时吧 梅姨一听十分激动 感谢死神给她多余的四个小时时间 死神却笑了笑 临走时说 神的一个小时等于人类的十年 也就是说呀 梅姨可以再活四十年 她可以安安心心的 把孩子养大成人了 梅姨就这样 用母爱感动了死神 阿妈爱你四小时 是港剧奇幻潮中的一个故事 迷离奇幻的故事外壳下 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相比起孩子们的天真烂漫 梅姨对孩子的无私付出 更令人敬佩 树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或许这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遗憾 所以当所爱之人尚在人世时 一定要记得好好珍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